好的各位歡迎回到Battlefield 5我是小J 那今天我們就要來講一講4.6的更新內容到底有哪些 所以首先第一個 Elson Dunn這張已經被我們說到爛掉的地圖 終於進到了大的模式也就是征服和突破 那我可能會在未來再出個影片來專門講我對於這個地圖的想法 那這邊簡單來說我非常非常喜歡這張地圖 我覺得我甚至會覺得這張地圖是目前Battlefield 5出的最好玩的一張地圖 OK 那接下來 還有一個修改就是 小型飛機場 大家應該現在都已經非常習慣 會有坦克或是 狙一手跑到 小型飛機場的那個飛機場的屋頂 那現在呢帶著他們在上面增加了一個 算是境外的區域 所以現在那上面已經沒有人可以上去了 所以這個應該是大家一直在 抱怨一直在期待修復的東西 接下來 比較重要的修改 就是關於手槍的buff 目前 Battlefield 5裡面的遊戲手槍的meta就是 基本上所有人 都帶左輪 因為左輪是目前手槍裡面 傷害最高的一把手槍 而其他手槍跟左輪比起來 都顯得非常劣勢 而所有的手槍除了左輪之外 跟主武器比起來也都顯得非常劣勢 所以 DICE在希望改變這個meta 所以這一次的更新把所有的手槍 除了左輪之外都進行了一個buff 所以首先 Ruby也就是 紅寶石手槍 他的 4殺 4 槍擊殺距離 也就是4槍可以放到一個敵人的距離 從原本的7公尺 加強到了12公尺 而他的5槍擊殺距離 從12公尺 被推長到了22公尺 那 超過22公尺之後你的槍的子彈 傷害會繼續下降 但是 他再怎麼下降 也 一定會保持 8顆子彈擊殺一個敵人 在任何距離 OK 接下來 P08魯格 還有P38 還有 Rapeteer Pistol 那把 Battlefield 1裡面就有的那把手槍 這三把手槍的 4槍擊殺距離 一樣從12公尺 被拉長到了22公尺 而 超過22公尺會保證 7個子彈絕對可以擊殺一個敵人 再來 M1911 他的 3槍擊殺距離從7公尺拉長到了12公尺 而他的4槍擊殺距離從12公尺拉長到了22公尺 超過任 超過22公尺之後任何距離都能夠至少7槍擊殺一個敵人 那我剛說的除了左輪之外全部的槍沒辦法 左輪呢 左輪被nerf了 所以左輪的3 槍擊殺距離從原本的30公尺被降落到了22公尺 而他的4槍擊殺距離從原本的50公尺被降落到了30公尺 那 任何超過50公尺的距離 就是6槍擊殺 OK 那 這是在手槍上面 另外 在 所有武器上面的一個更新 我覺得有一個有一個部分非常非常重要 就是 水平的 自由瞄準 角度 被 當你趴著的時候 水平的自由 瞄準角度被下降了 40度 那這個可能大家聽起來覺得有點 就是這是什麼東西 那基本上就是說如果 你假設今天拿這把中擊槍 趴著架他的腳架 當你 在水平移動你的準心的時候 你們可能會注意到當你移動太 大的時候 你的人物會 動作會開始變慢 基本上 就是因為你的整個人物開始要 一起整個身體都要動所以會造成你的人物 移動的速度變慢 那在過去這個水平的這個可以瞄準的角度是 很寬的 就等於說你要 真的要到 移動非常大的角度 你的人物才開始 放慢速度 而現在 這個角度被下降了40% 也就是說 基本上就是說 如果你趴著架機槍 你沒有辦法轉的那麼快 就是說如果有個敵人從你面前跑過來 他跳到你的右邊 你沒有辦法很快的把你的槍給轉過去 打他 那 我覺得這個是 DICE在 這個 削弱 中機槍腳架meta的這個 長遠的目標中的 又是一個 小進展 就是他們 把這個自由瞄準的角度縮小了 所以未來 如果你看 看到有一個這個 我們經常遇到的情況就是你 走 經過一個趴著的機槍的人 你沒有看到他 他馬上就轉過來 然後把你打死 現在 假設你在經過他的那一剎那 看見他了 你就有更多的時間 可以 把他殺掉 因為他已經沒有辦法那麼快 直接轉90度 把他的槍口對照你身上 OK接下來 Gouvier 15這把步槍 就是突擊兵的半自動步槍 他被 Nerf了 他的水平後座力被提高 從1.22提高到了 不是水平後座力 抱歉 垂直後座力從1.22被提高到了1.42 而且他的子彈出速被從620公尺 降到了580公尺 每秒 基本上 DICE的說法是 這是讓這把槍 在遠距離 變得比較難用 因為他現在在中近距離 比較強 那 我很久沒有這把槍 所以我 其實 今天我嘗試了一下 我沒有感受到什麼 太明顯的差別 因為我真的很少用這把槍 再來 Carabin 1938M 前一段時間 出的那一把 半自動步槍 這把半自動步槍 的 DICE他們原本對這把槍的定位是一把比較好用的G43 但是 因為他的重裝速度比較慢 所以你可能會 就是基本上用這個方式來跟G43做平衡 G43比他難用 但是重裝快一點 他應該要比G43好用 但是他重裝稍微慢一點 但是這把槍 在 這次更新之前的版本裡面 他的垂直後座力 我在 前一段直播我就說 他的垂直後座力太高了 讓他變得沒有G43那麼好用 所以DICE 跟我想的一模一樣 他們這一次降低了他的垂直後座力 從1.44降到了1.25 那我今天 自己使用的感覺 非常非常的明顯 這把槍的確變好用了 但是我個人還是覺得這把槍沒有 G43來的好用 我覺得我個人還是比較喜歡G43 所以這個可能會因為每個人的感覺不一樣 但我 還是沒有很喜歡這把槍 但 各位只要知道這把槍被buff了就可以 基本上這就是關於槍支的 修改 那接下來比較重要的修改 就是 一個 叫做 Interface and experience improvement 這個翻譯過來的話應該叫做 介面和體驗的 增 修改 就這麼說吧 修改 那這個是什麼呢 這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部分 就是 一位叫做Drunksy的開發成員 這個 這位成員其實我還覺得 大家還蠻值得去 就是了解一下 他最有名的 刺激就是他前一段時間去玩那個 CALL OF DUTY 的 多人遊戲 就玩到被 CALL OF DUTY BAN掉了 所以 這是他最有名的刺激 總之 他和一個小隊 團隊在這個 暑假的 應該也不算暑假吧 就是說 夏天的這段時間裡面 他們就是 進行了一個 關於這方面的 大的修改 那這終於在這一次的更新裡面 這個修改進到了 遊戲裡面 那這個修改到底是什麼呢 就是 現在 如果你 不是一個 醫療兵的話 但是你需要寫的時候 不管你是對著一個醫療兵按Q 或是使用那個 通話羅盤 也不算通話羅盤 應該叫做指令羅盤 選擇需要 醫療 需要 醫療包 這個時候 你的 左下角的小地圖 就會把你周圍所有的醫療兵 圖案給點亮 你會看到左下角有醫療兵的這個圖案在閃爍 而且 你 離你最近的 任何 醫療箱 或者是 不管是人家丟下的 還是 地圖上的醫療箱 都會出現在你的 螢幕的這種邊緣 指示你 要往哪個方向去 而且告訴你 你和這些醫療箱的距離有多遠 那這是對於不是醫療兵的玩家來說 那對於醫療兵的玩家來說 當你 當任何玩家需要醫療包的時候 你原本 可以看到他們需要 寫 寫條 需要寫包的這個指示 原本只有18公尺的可視距離 當他們使用了這個 對你使用了這個 我需要醫療包的指令之後 你對他們的可視距離 你可以看到他們需要醫療包的這個指示的距離 就變成了40公尺 所以 總的來說 就是現在玩家和玩家之間 這種 我需要醫療包的溝通 變得更加的清晰了 那同樣的 機制也被用到了 支援兵身上 也就是說當你需要 彈藥的時候 你的這個指標也會出現在左下角的 角地圖 而你如果是支援兵的話 需要彈藥的人的指標也會 對你的可視距離變得更加 遙遠 所以 這就是他們 做的這個 整個增加 玩家 算是界面 還有遊戲體驗上面的一個修改 那我必須跟大家說今天我 玩的一晚上我可以感覺到 我幾乎每一次只要說我需要彈藥 我需要醫療包 很多時候 基本上所有時候都會有人把醫療包或彈藥包丟給我 所以 我個人感覺這個效果是非常非常明顯的 終於我們不用再追在一個支援兵 背後不停的 用槍打他用錘子敲他跟他說給我彈藥給我彈藥給我彈藥 OK 那另外還有一些小部分就是醫療兵現在丟彈藥 丟這個醫療包的距離 也被增加了 可以丟到18公尺你可以發現 這跟你的 可視 可視隊友需要協調的距離 在他沒有使用指令之前的距離是一樣的 也就是說你只要看到有一個人 需要醫療包你就可以在你原地直接丟過去給他 那現在支援兵丟 彈藥 香的這個距離也 變得遙遠了 所以你可以把彈藥箱拋了 更遙遠可能有些時候隊友需要彈藥箱但是你帶的 就需要彈藥但你帶的是彈藥箱你拋不過去現在你可能可以稍微 往上看就可以把他拋過去了 所以 這整個方面的這個體 體驗 我覺得是 我今天的感覺是很不錯很不錯的那 大家可能會覺得說這也不是新內容這也不是什麼 這不是新地圖不是新槍不是新模式 但說實話 DICE去做這方面的修改 真的是 非常非常不錯表現他們其實是很有在意玩家在遊戲裡的體驗的 OK那接下來還有剩下一些比較小的 更新內容我覺得也有一些也很重要首先 友軍的信號彈 他終於會把標示的範圍顯示在左下角的小地圖就像我們 在Battlefield 1裡面一樣 當你射一個信號槍到天上的時候 或者說射出信號槍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隊友左下角他的信號槍的偵測範圍到底是多少 我不知道為什麼Battlefield 5裡面沒有 但是現在 有了 那 還有就是 4.4更新引進的這個高ping的問題 這個也是在這次的更新裡面已經 修復了 所以 基本上到這邊 大部分我覺得比較重要的 內容就已經 介紹給大家 但是還有 非常非常多的這些 關於遊戲體驗的小修改 不管是 修改 有 武器 專精 任務 小任務的一些問題 等等 有太多太多了 基本上 根據Dex的說法 這一次的這個 更新筆記如果放在Word檔裡面 是有七八頁到八九頁長的 我可以告訴各位 這次更新筆證的非常長 所以 我在底下最欄裡面放上這次更新筆記的連結 當然 會是英文的版本 所以 如果沒有興趣的話可以去 仔細的 看一下 如果你們還有任何的問題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我是小金 感謝你們的收看 我們 下次再見 MING PAO CANADA